你好,政治揭露 出家日是12月10日的第二節 幾個小時前我錄了第一節 其實按我以往的情況來說 你們是消化不及的,因為今天又有財經揭露 不過財經揭露有整個星期 我希望你們不要忘記財經揭露 你今天看不及的就慢慢看,我明天都不會出片 我明天有事做,總之明天我不會出片 今天多出一些,希望大家追回 昨天,209,209C,我看到很滯銷 因為我事實上太多片,阻止了大家去看 可能大家覺得209C說人妖區議員做過鴨 不夠特別,你看到這些公仔樣 沒什麼特別,但其實我覺得是很討厭 這幫人 即是他們一邊計劃放炸彈 用槍殺人的時候 他們用這些肥佬黎給錢 放這些面具 我覺得美國人這些幽默,我不覺得是幽默 即是我是很不滿意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忘記209C 另外告訴你,207那邊 那一節,有網友幫我做了一個字幕 我不發覺,遲了兩天 但是如果你認識一些大陸網友 可以去看看神武輝 《網向編輯》 聽聞,我聽聞而已 他就說,慫恿神武輝去委託我 說告我委託 他不知為何這麼相信,神武輝沒有吸毒了 不要緊啦 我都說了 《網向編輯部》我判了死刑的 即是這些人 你不要再跟我說 他說什麼劉本衛那些 他習慣的 現在不說,現在怎麼說啊 以前幫地產商做工作 現在做藍絲,當然不認啦 現在收了美國老錢做工作 是嗎 是嗎 不要緊啦,不說他們 這一節回來,其實想說 我覺得是有一點點不妥的事情 為什麼呢 因為 法院 在高等法院那邊 上訴庭那邊 上個月 高等法院那邊判了 蒙面法是失效的 是因為不符合基本法 但問題呢 之前也說過了 蒙面法本身呢 是上過去 九七前是人大處理過的 Sorry 即是說緊急法本身是上過去 上過去呢 上過去呢 人大呢 處理過是可以過渡的 不影響基本法其他條文 因為緊急的時候呢 你不可以說 哎呦,我保障你言論自由 你言論自由 是否包括了 屈警察呢 屈警察殺人 包括了 包括了 配合 其他國家 的 顛覆行為 那你在香港 這些傳媒 去搞我們香港 這個也是 不可以 我覺得呢 人大已經是做了很多 事情的了 很清楚 在緊急的時候 當然香港社會 不容許人蒙面也沒辦法的 當然林鄭就說明 不是緊急嘛 現在 可能因為法律基礎上面 因為林鄭 刻意說現在香港 不是一個緊急狀態 所以呢 這個只是社會騷亂裡面 才引用 因為緊急法容許 在不緊急的時候 社會騷亂都可以立法 但林鄭說明不是緊急嘛 所以呢 法官不是完全沒有理據的 是不是 不過 大陸也有些觀點 說 喂 你們 憑什麼 你香港的法官憑什麼 去 去判斷哪些法例 不符合 基本法呢 這個越講越複雜 但是現在呢 那些法官是在搞 這個呢 不是緊急法的問題 是緊急法之上 立法立了叫 反蒙面法 這件事 合不合欠啊 那可能他後面基礎的法例呢 他不質疑 上面 這個蒙面法 究竟合不合欠呢 在緊急的時候 為什麼不可以這麼蒙面呢 我真的很奇怪 但是不要緊了 當然啦 上訴庭是批出了 喂 究竟 應不應該 是 給了一個暫緩 暫緩了一段時間之後呢 在今天 12月10號就說 這個暫緩的 申請呢 已經到期 現在expire了之後 不再批出 拒絕再批出 其實 我自己會覺得 當然 法院這個決定 是罔顧了香港的安全 我會用陰謀論去看 究竟你是 是不是在配合暴徒 看到有炸彈啊 看到有槍啊 是不是啊 已經有了一些暴徒 在華人的山上 打算埋藏這些炸彈 後一步 他要在地鐵站炸死香港人 現在被你們挖倒 被警察挖倒 很感謝警察啊 但是你現在 就是說 那個 賊 蒙面 如果那個華人 有閉路電視 拍到那個賊 去埋藏這些 炸彈 但是蒙了面啊 他蒙了面的 他拿炸彈 就沒有辦法查到誰 運炸彈啊 如果他 蒙著面 形跡可疑 是不是警察可以馬上stop了他 可能在他身上查到炸彈啊 現在有個拿著一些槍的人 拿著一些炸彈的人 警察不可以覺得他可疑 不可以殺停他 然後他甚至問警察 拿回委任證 將來起去底啊 所以我覺得 香港現在 林鄭刻意說 現在不算緊急啊 不緊急的 在法理基礎上 你為什麼要限制香港人 蒙面的自由 意識自由 言論自由呢 所以不算緊急啊 拿著炸彈也不算緊急啊 有槍 1806發子彈 有網友給我分析的文章 他說1806發子彈 一支槍太多 就是說呢 可能有其他的子彈 其他的槍 還沒被找到 就是說呢 如果 出事起來 這1806發子彈 不是被一支槍用 只是找到一支槍的 我覺得那些法官呢 你去玩法理解釋 怎樣邏輯 我不懂得了 我真的不明白了 林鄭刻意說 現在香港不算緊急 有槍啊 有炸彈 都不緊急的 現在是恐怖主義 在香港蔓延 都不緊急的 那些法官就順著推理 一起合作 你可不可以看到 林鄭和法官有敵對 林鄭都鬆了 鬆了 不算緊急 那些法官就說 不緊急的 就無所謂了 有炸彈 有手榴彈 都不緊急 真的 我真的 他接著1月9號 就開始去審 11號出結果 是吧 這1個月 這1個月是什麼天地啊 這1個月是一個可以 蒙著臉 拿著炸彈和槍 去亂搞事 的日子 清不清楚啊 是不是很清楚啊 另一件事要說的呢 就是 反修例裡面 第一宗的 暴動的案件 就會在3月6號開審 就是說在過去這半年 我們香港的司法程序呢 如果是6月9號 打警察 是暴動 當然啦 可能那些 律政署有很多黃絲 已經很多都當不是的了 是吧 12號 扔了磚都說不是暴動的了 是吧 盧偉聰又說 說了暴動又縮沙了 那些法官又退了 是吧 跟著 621圍著警署 令到大兔婆 如果 吐不了氣 那又不算啦 暴動啦 是吧 我不知道推到哪一宗 我不查了 好像說7月的那些案 來的 7月之後 扔了磚 殺人放火那些 可能才算是暴動啦 612不算暴動的啊 跟著呢 現在各樣的事情之後 7月的案 關於暴動的是今天去審 開始上課 過課 在12月去過課 用五個多月的時間 跟著還要用呢 大約三個多月的時間 三個月後呢 才真正開審 其實現在的法庭呢 又是告訴我們 他們是惡意 不肯配合止暴制亂 他們要個亂繼續 那這些就是民主咯 信應民主啊 是不是 我們香港要很多謝這些法官啊 是不是 他們信應了民主啊 跟著華人啊 天主教的那些人就說 哎呀 那個炸彈不關我的事的 公眾都賣到的 普通人是不是真的這麼熟 那麼容易賣到炸彈呢 是不是真的 你貴校的學生 真的沒有關係呢 貴校的老師沒有關係呢 真的沒有關係的 我信了 我信了 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 真的不關你的事啊 陳日君你沒有支持過暴動啊 是啊 是啊 你沒有私生女兒啊 嘩 嘩 我覺得呢 香港這些法官呢 包括鄭蕊華整個司法體系啊 全部都是狗官來的 香港今天呢 開始有炸彈呢 他們的假髮呢 就捲著 18世紀英國人喜歡戴的假髮呢 捲著那些炸彈呢 蒙著面去搞我們香港 我真的很感謝你們這些法官 但是 為了我們香港呢 的暴亂呢 你順應民意 令到那個暴亂 可以拖長一點 我就算當是1月12號 解放軍可能在香港 我不相信解放軍進來 因為解放軍不想讓你們這些暴徒陰 嫁禍 可能有什麼變化都可以換些官員啊 我想1月12號應該會開始有些事情出現 可能鄭若驊真的要走的了 我覺得這些真是人渣來的 但是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 但是我現在是很憂慮這一個月嘛 你拘捕了的人全部保釋 全部可以繼續玩嘛 反正都壞了嘛 玩多幾宗有什麼所謂呢 這個月就吃光天使咯 玩盡去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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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一節節目呢 講多一件事情我便結束了 不想說了那麼久 但是呢 方仲賢 她在台灣呢 攻擊蔡英文呢 是用香港人的鮮血呢 去收割選票 即是说蔡英文吃人血馒头 其实方仲言自己都吃人血馒头 有这么多法官保护你 你这个特务学生 你买10支刑类射枪 已经证实可以射盲人眼的了 但律政署的放山之下不告你 因为有整个司法体系包庇你嘛 我说真的那句我拿着把刀出去 拿着一些攻击性去出去 不一定会伤到人的 不过如果我怀疑你伤人的时候 那样东西就有问题了 在香港社会环境里面那支雷射枪 是可以射到很多警察弄伤去眼睛的 是正在发生的 当然啦在各样的诠释之下 香港的法官要射了他 方仲言变成了无罪之身 你很威风 但是你走到台湾 台湾人家收留你 台湾当然是仆街啦 但你会感觉就是 这些是年轻的暴徒 方仲言真是一个很成功的年轻暴徒 我不记得是浸大还是成大的学生会 会在立方仲言 但是你 即是那些法官对你们暴徒好的时候 各样偏袒的时候 你就放火烧法庭 为什么呢? 因为你嫌法庭呢 不能够再进一步骗探你们 你说司法已死 你就烧他咯 是不是? 当你们去黄埔去搞的时候 哎呦呦 姓李的超人家族 不够对你们好 你就去他们的区域搞事咯 你不敢闻到的那种蟑螂那种味道 当你们把选票倒掉给蟑螂 他们不会有感恩 他反而就要辣索你们 这就是泛民的属性 你对泛民几好没用的 泛民拿完你的选票 他一样在议会里拉布 他一样在议会里拉布 最后香港什么都做不成 最后你们做工人那些就没有工做 是不是? 你跟着就不会有房子住 是不是? 因为政府根本填不了海 什么款项都不批 是不是?他在那里拉布 嘛 内务委员会 一个 一个 这样都要开了9次会20个小时 嘛 你明白 什么叫蟑螂呢? 什么叫泛民呢? 他们是一帮贼 他们是一帮 美国本身整个性质 整个国家的性质 他们是承计于英国最早 他们有一系 那些Normandy 是一些维京人 他们本身是海盗来的 伊利沙巴一世的时候 他就是中容他整个国家的人去做海盗 他抢西班牙 最后他抢赢了 所以他的国家就稳固了 英国是以做长度起家 美国承计了这种海盗基因的时候 原来你对他们呢 你台湾叫养他们呀 庇护他们 但未必肯给居留权 未必肯给他们长住 因为他们会犯法 他们会放火 他们甚至杀过人 但这帮人呢 去到人家寄人离下的时候呢 就是去趁人家选举 我不觉得蔡英文是抵可怜的 不过 他 基本上做的事就是敲诈咯 我寄人离下又如何呢 我公开敲诈你蔡英文嘛 因为他 一个方纵然这样说完之后 原来韩国瑜 建立心起去攻打蔡英文嘛 原来你搞那么多东西 你也是收割香港人的鲜血而已嘛 用他香港人的鲜血去收割选票而已 你吃人血饭头而已嘛 蔡英文 当然没有人性啦 但是这个方纵然 他真的是 是一个烂仔本色的 原来香港的大学 是培养一些烂仔 去敲诈人嘛 我觉得香港教育这东西精彩嘛 跟着他们是在敲诈我们全香港 跟着你们给了八六万选票 他们继续敲诈 继续做暴乱 我觉得香港呢 就是 敲诈 烂仔 没有人性的人 就是你们的歌颂 或者正 这个才是令到我觉得 这个城市应该要宣布死亡的原因 因为你们是是非不分嘛 你真政府 为什么你要投票给一帮 支持暴徒的人 你真是表明就是 你觉得暴乱未完啦 甚至你们这百六万票可以解释做 你支持放炸弹啦 你支持杀人啦 支持拿昌州街数 白下十个八个啦 你这百六万人 我由始至终都是说 你们是战种来的 是英国人生的战种来的 你们 我自己曾经 反过共 或者是我自己支持过泛民 但我遇到暴乱的时候 我自己良心会醒 我愿意去改变我的政治立场 我愿意去改变我的政治立场 虽然被人骂我是什么仆街啊 什么前后不一啊 但我不介意 因为我觉得 我其实香港是我安心立命的地方 我没有可能 赞成梁天琪啊 黄台仰这些暴徒恐怖分子 说他们是好人 然后鼓励那些人投票给他们 我猜不到 2016年的六万六千 变到2019年的一百六十万 越血声越暴力 越多选票 我只是觉得香港人 这种反智人渣 没有良心 跟着还要反过来 骂我们不支持暴徒 是没有良心的人 你们应该要承受无穷 你们应该要承受无穷 你们不要既望共产党来 派解放军来 你们扑街啊 最后香港是不生不死的 因为你有你这八六万人 因为你们支持暴力 你们支持暴力 暴力一定会永远和香港同在 所以我认为香港没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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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说这么多 是